地標85大樓 高雄展覽館 沿著港區的博二特區 甚至是規劃起來 預計要作為智慧產業的亞灣區 說到高雄 絕對少不了 科技 AI 智慧城市 這幾個關鍵字 工業重鎮的高雄 努力翻轉形象 甚至在2023年 通過淨零城市自治條例 減碳成為整個城市的目標 眼前看到的這些煙囪 排出的早已是水蒸氣 每一支煙囪強制連線環保局系統 每分每秒監測 畢竟高雄工業部門的碳排 占了全市近八成 想要有效降低碳排 勢必就要先從龍頭企業 帶頭開始 占地超過500公頃的中鋼 少數對外開放拍攝 節能也從每一個廠區 主意開始 那個黏土一直桿 它會越來越長 對不對 其實我們熱壓工廠 就在做這個工作 鋼卷的一些厚度跟寬度的需求 還有機械性質的需求 塑形到我們要的 那個訂單的尺寸 鋼胚要變成可用的鋼卷 第一關得先經過熱壓廠 反覆壓延塵 想要的厚度與寬度 厚厚的鋼胚 配備壓延到1.2到1.7毫米 纏切上厚盾的加熱爐 是重點 裝上智能溫控系統後 精準計算加熱溫度 一年省下燃耗成本近3000萬 年減1.4萬噸的碳排 也跨部門調整製成 將鋼煉製好熱乎乎的鋼胚 不再進入保溫坑 而是直接進入加熱爐生產 鋼乳鋼胚的溫度 再把它升高 讓在加熱過程當中 它用最少的燃耗 來去做加熱 大概可以 燃耗可以節省三成 就連後端捲成鋼卷降溫的水 也全部揮收再利用 我們從上游接收鋼卷 把它吊進 進到我們的產線截捲 我就開始做清洗 渡行的動作 渡行主要是加強防袖 整個渡行場才全自動化 在經過展開清洗後 用氣刀進行渡行作業 剛塗好的鋼片 如同鏡子一般閃亮 讓人忍不住 多看幾眼 而腰度的均勻 也靠AI協助 還能減少耗材 很難保證說 吹出去的氣流 完全都是一致的 透過這個AI的系統 回饋它的信號 它可以發現到 這邊是應該要噴比較多了 我們就加大這邊量 而過往要用人工撈起的新渣 也改為機械手臂操作 我們新潮的溫度是460度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高溫的狀態 然後因為有氣刀的關係 所以它的噪音 只是到八九十度 所以如果人員要持續在裡面 做撈渣的工作一兩個小時 其實體力的負擔是滿大的 最後再進入檢查程序 全程中鋼投入智慧製造 打造精緻低碳鋼瓶 檢查部分 目前評估在2030年之前 我們要做的相關研發的一些投資 就達到了316億 客戶往供應商的要求 也都會要求說 他希望他買到的產品 是低碳甚至是零碳的一個商品 雖然是從環境面出發的一個議題 可是最後是變成說 影響整個企業競爭力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中鋼設定 2025年要比2018年 減碳7%的目標 也大手比改造廠內排碳大戶 煉鋼時必須用到的鐵水 由高爐負責生產 過往受限於高爐內高溫的環境 難以量化加熱溫度 於是2020年 中鋼展開智慧高爐計劃 我們不管是裡面的各種元件 像一些冷卻系統等等的 它的溫度 壓力 流量 我們盡可能把這些資訊收集下來 當我爐子有鈍化的現象 我們就應該要怎麼去增減水量 或是去調節那裡的一些溫度 高爐內部讓你直接能看到 AI協助提高鐵水品質 每年還能減少11347公噸的碳排量 甚至把高爐內產生的氣體 在座轉換 發展碳捕捉技術 我們的轉爐跟高爐 都是我們的煉鐵煉鋼過程 出現的氣體 直接從我們的高爐氣跟轉爐氣上 直接引一股氣體過來 進到我們的工廠 進去去做捕捉的一個工作 透過工延運的協助 從廢氣中全化出二氧化碳 和一氧化碳 加上電解產氫技術 轉化為甲醇 甲碗 成為石化產業的原料 全台首座的鋼化聯產仙島工廠 成功地讓鋼鐵業和石化產業聯手 鋼鐵業的碳 來給化工業做原料 然後共同生產高價值低碳的 這些化學品 第二階段就規劃在 在2025到2030之間 跟這些廠商合作確認之後 大概在這個階段 我們會把示範產線把它建置起來 希望能夠透過以大代小的方式 讓上游的這些產業 它們的具體的減碳的做法 能夠往下延伸到它的中下游 2040年預計能發展第三階段 經濟規模上看800億 整個鋼化聯產 未來減碳可以達到440萬噸 目前首要先和中油合作 兩大企業聯手 凸顯碳中和帶來的挑戰 而中油內部也早早做好整形 這套系統就是從我們那個煙囪 然後直接把煙囪的那個煙道器 直接用補風機把它吸到我們系統裡面 類似於碳補舟的設備 在中油大林廠也有 它們把廠內煙道器的二氧化碳 直接裝下來 轉成可用的化學品 甲醛 一年減少6噸二氧化碳 產出一噸的甲醛 CO2把它抓下來 那我再經過一個所謂的 再利用的 總安全化學品 燃料 或者用風存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二氧化碳 那所以我的進入跟進入就是一個平衡 所以達到我們講所謂的內機融 顛覆過往排黑排碳的刻板印象 大林烈油廠也建這兩套 廢棄燃料回收系統 來將這個燃氣裡面 有一些像氮 硫瓦等化物把它抓 把它捕捉下來 然後之後 這個處理過的這個燃氣 它裡面含氮 含油分的量 就非常的少 讓純粹就是說乾淨的燃氣 能夠送到用者 過往只能透過燃燒塔 燒掉的廢棄燃料 有重生再利用的機會 多餘的能源 甚至能提供給中鋼 或是區域能源來使用 區間的各電式工廠 它產出的廢燃料器 飢餓在之後 我們再從集管 再把它拉出來利用 跟著工廠長再往前走 密密麻麻的管線 來自中油大陵廠各個煉製工廠 擷取產出的廢棄燃料 提供給鍋爐使用 產出在製成端 需要的蒸氣 讓鍋爐不再仰賴天然氣 零零總總加起來 大陵煉油廠 預計年減碳18萬公噸 說是減碳 有恆大一部分 也是轉型 中油的轉型策略 其實就是有三個方向 包括優油 減碳跟節能 節能是節盡的節 未來包括像電動車 輕人車 傳統這些油品 包括像汽油 柴油 燃料油一定會減少 中油公司一定要找一些 替代的方案 我們要想方設法去 轉換成有用的 或高質一些材料或化學品 終極目標是發展綠色輕能 推動負碳技術 那是一場自我革命 綠能時代不論中鋼中油 都需要洗手或辦情形 未來在減碳 所需要的相關的一些能資源 低碳煉鋼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其實就會產生很大的 一個進合的作用 中鋼也主動地去規劃 各種的一個海外合作一些案例 跟設法去提早佈局 取得這樣的資源 中油有自己的路會走 這麼大的環境議題 205年的議題 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靈 那重點是怎麼去整合這些資源 結合外界力量 減碳這件事大家都在做 但絕不要單打獨鬥 永續這條路互相汲取經驗 在政府 企業和社會 三方推幅助欄下 靜靈城市值得期待